臺北市立第二殯儀館新大樓完工不久 三樓一間禮廳昨天是發生了天花板掉落意外 導致正在參加購別式的民眾手部是受傷流血 市長長官表示已經要求廠商全面檢查 並即刻改善 將會持續追蹤 確保民眾的安全 抬頭看天花板去了一大塊 臺北市立第二殯儀館新大樓三樓禮廳 八日發生天花板掉落意外 砸傷正在參加購別式的民眾 導致手部擦傷流血 殯葬處顯示後發現疑似裁板變形 導致已經要求廠商一合約改善 殯葬管理處也表示 是新大樓禮廳自今年一月二日 才逐步開放 同時一兵也依照既定 其成配合降載 覺悟如外界所說 為了關閉兵而急著開放禮廳 將要求廠商盡速提出加固措施 並儘快完成改善 議員則批評 二兵淪為豆腐渣工程 驗收過程空有瑕疵 不過二兵除了天花板事件也出現停車場 動線及交通問題 還被議員發現 地下停車場高度與規劃設計不同 導致殯葬業者車輛難進入 對此講完回應上任後全面檢視過 二兵二期工程 並實地到現場 看過很多次 會持續跟相關局處 討論優化二兵 讓民眾使用更順暢 記者 黃曼陳柏玉 泰國等